有句话说 牙痛不是病 但痛起来要人命 口腔健康医疗真的非常重要 每个人也都需要 因此全台湾牙医诊所数量多达6700多家 甚至已经比一般人常进出的小期便利商店还要多 而台湾牙医技术跟医材水准也是享誉国际的 是不少国家来取经的对象 但是比较起欧美日韩甚至柬埔寨等国家 他们有专责的口腔医院 台湾并没有 还因此曾经被嘲笑是落后其他国家100年 而事实上 整合各项牙医专科建立专责口腔医院 在台湾牙医界已经讨论很久了 也努力了很多年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又是不是能够真的实现呢 传说小朋友如果掉了牙齿 只要在睡觉时把牙齿放在枕头底下 到了夜晚 牙仙子会来带走那颗牙齿 并留下一点小酬精送给小朋友 接着牙仙子会将搜集来的牙齿盖成一座城堡 世界各地对小孩子掉乳牙有着不同的传说与做法 在中东 小朋友必须对着太阳将掉下的牙齿扔向天空 祈求获得更棒的横齿 至于台湾以及东亚国家 传说下汗的牙齿得往上抛 上牌的牙齿需丢床底下 新的牙齿才会长得整齐漂亮 传说总是充满期望 然而现实生活中 不管是蛀牙还是掉牙 可不是咬紧牙关就能解决 这张珍贵照片是19世纪末时 马街博士在淡水的马路旁 替台湾民众拔牙的景象 原本遭到民众极力排斥的杨博士 因为解决了老百姓的牙痛问题 终于掳获民心 那个时候台湾的背景 牙科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 冰蚊 烟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他对这一方面就有兴趣 他对台湾的牙科的问题的需要 我要说他是有备而来 他还第一次他在日记记载 9月初我拔了25颗牙齿 就这样日记上面看到 马街从纽约带了一只拔牙的钳子 靠着简单的工具 为台湾人拔牙2万多颗 根据日记的统计 大概2万1千颗里面 一半是他自己拔的 大概1万出头是他自己拔的 那另外就是他的学生 他也训练他的学生去拔 总共的长河大概有180次 马路斌就能解决牙痛问题 到了20世纪 许多从日本学习齿科医学的台湾留学生 开始返乡设立齿科医院 同时台大医院的前身台北病院 也特地设置齿科治疗室 台湾人终于可以享受正规的齿科医疗 只不过相较于欧美国家 拥有专责的牙医医院 台湾牙医明显落后许多 牙医不是西医的体系里面的一个科 绝对不是 所以日本在1890年 就一百多年前 日本就有口腔医院 就有牙医院 台湾这一块 相对实在是落后太多 尽管牙医界落后 但台湾人在日治时期 也开始有了结牙的初体验 齿粉也就是牙膏 牙扫也就是牙刷 印尽台湾 刷牙成为全民新生活运动 到了现代 拥有一口健康的梅齿 是许多人所追求的 而为了满足民众对名模好齿的渴望 台湾除了综合医院的牙科部之外 分布在各乡镇的牙医诊所 近高达6700多家 牙医诊所林立 可见大家对牙齿健康的高度需求 现在有不少患者来的主述 就是我要想我的牙齿要美白啦 我的牙齿要排列漂亮一点啦 我笑起来牙齿要露出什么样子啦 当然是有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有些 那个先天或后天的一些炉岩上的外形 比如说厚道啦 或是短下巴爆牙这些 事实上也有一些主述就是这样 那这个我想在早期二三十年前 不是一个很主要的治疗项目 但是这几年下来 无论诊所 医院 这方面的需求的患者是越来越多 事实上台湾牙医的训练课程相当扎实 小小的口腔里 不只有人体最坚硬的组织 牙齿 还布有舌烟等许多重要神经 口腔医学的重要性 牵一把动全身 台湾的牙医师常常说 这个程度在国际上是真的是联系 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 它是叫做婆婆妈妈 就是说生怕你没有学够 所以你毕业的时候 要先念五年的牙医学系 完美就是第六年要实习 然后再加两年的所谓的PG 完就是做所谓的牙医学临床的授训 完美又产能去 作为专业的牙医师执照去考执照 所以这个的培训 在国外有些是属于资源型的 但是台湾是属于强迫性的 台湾牙医教育学程 及技术享誉国际 不少国家莫名来台湾取经 并且从106年起 卫福部为了更符合世界潮流 将牙医师的分科项目 从原本只有三科 新增了七个科别 目前已经有十个专科项目 牙科 这个定义上已经是不够用了 所以为什么欧美到最后 全部采用stomatology 就是口腔 所以变成口腔医学 因为这一块 口腔医学这一块 在整个医科跟牙科的领域 在原来所谓的牙科 跟原来的医科领域里面 是在中间 中间这一块水管 你推我我推你 一旦变成stomatology 口腔的时候 牙科医生你就得管不口 所以这样的话 病人的照顾更完全 更实际 虽然牙医体制已趋完成 但长期依附在歇医的体制下 独独缺乏专责的口腔医院 让口腔重症者 无法得到完整的照护 也成为牙医界多年来的缺憾 重点是往这个诊所没有办法做的 或者做的比较不够尽善的 这一块应该是口腔医院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重点 台湾在1980年代 就已经规划好牙医医院的设置标准 然而指纹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新建一座牙医医院 是台湾牙医界多年的愿望 这里是2020年即将开幕的台湾 第一家牙医专责医院 设计风格大量采用绿色植物点缀 轻松愉悦的气氛 让看牙科不再是件恐惧的事 我们几个牙医界的领导人 其实是很清楚 觉得这个是一个遗憾 因为人家会说牙医不是病 但是牙医其实痛起来是药能命的 所以有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牙医医院 其实对民众的真正的口腔的健康 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照顾 六十四岁的创办人陈一聪 之所以想成立一家牙医专责医院 只因为大三难年来自外国学者 短短一句话的震撼教育 就1983年了 那时候政府邀请了马里兰大学 来台湾考察台湾的牙医的教育 结果他要结束的时候 他就在报纸里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台湾的牙医教育 台湾的牙医的体制 包括教育体制跟其他体制 落后世界先进国家一百年 当时媒体灯很大 我非常地震撼 于是陈一聪毕业后 努力存了人生低童金 他把其中的99万 全部投资成立牙医诊所 特别的是 这是全台唯一一间开办教育训练的牙医诊所 坦白讲 人生的价值如果是用钱来衡量 那我想人生 人的一生其实不如东郊东路移动楼房 东郊东路移动楼房都十几亿嘛 很多人一辈子赚不到十几亿 人一生应该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就开办了唯一 在诊所里面 私人的院所里面 我开办教育训练 当时大家都觉得我是疯子 为了做更有意义的事 陈奕聪决定筹办全台第一家 专责的牙医医院 颠覆大家对传统牙科部的想象 这里提供24小时的急诊服务 还有开刀房 同时也提供病床住院服务 牙医医院其实是在我们牙医界 已经努力很久的一个部分 一定要有人带头 像它的呼吸 就会影响到我们口腔的一个状态跟排列等等 那其实各个科之间 其实是缓缓相扣的 大家在越走越专的状况下面 反而没有一个人 没有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的 一个思考跟想法 所以这样反而就走向了 刚刚我讲的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口腔医院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 台湾医院医院的一个大进步 牙医医院维持一贯对教育训练的重视 另外还特地从丹麦引进最新的诊疗影 3D医学影像更能完整提供病人的口腔状况 最重要的即使是小小一颗一尺 随着数位科技的进步 不但材质更符合人体需求 连制作时间也大幅缩短 有了医院可以更容易整合牙医人才 医疗设备 及学术上各样资源 对病患有更完善的照护 也可以缩短等待的时间 牙科就是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了 你来有一个假牙的需求 医生弄一弄之后 然后丢进去车车完之后 你坐在那边喝个咖啡 看个杂志 等一下就可以带牙齿 就是 牙科的科技 其实在这几年日新月异 今天要扫一个模型 好 OK 最新科技口扫机 以光扫描 可以立即设计出齿膜 布牙这件事可以比从前 更快更舒适了 口扫机它的一个好处是 跟传统的这种硬膜材料不一样 可以降低病人的一个不舒服感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 用传统的硬膜材料的时候 病人会觉得比较恶心呕吐 那这种用光来取摩 它的精准度高 那它又比较不会让病人 会有这种恶心呕吐的一个反应 那在取摩的时间也会比较快 四十年前 外国学者一针见血的震撼教育 催生了四十年后 台湾第一所牙医专责医院 设立全台湾第一家的牙科医院 其实是我们几个牙医界的领导 我们共同的心愿 既然设立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 牙医前辈的努力 让牙医界摆脱落后百年的耻辱 专责医院的成立 让口腔医学体质更健全 也预约了全民的回校曲线 也预约了全民的回校曲线 本集结束 我会有点好看